你生气了 我砍书造船你不高兴吗 阿尼古 你给我听好了 我不需要你还钱 也不需要你给我造船 如果你这么想走 现在离开好了 还有 那些欠条我通通把它撕了 叫你满意了吧 你看 你看 你就是生气了吧 我也没说我想走啊 那 那你急着造船干吗呀 我就是想 如果我能造船的话 那我们就不用急着 找到我家里人 让他们还你钱了 是吗 这样 我就可以不用造船了 我们就可以在一起 像你说的那样 你在船上捕鱼 我在纸上算题 然后生一堆男娃娃女娃娃 然后生一堆男娃娃女娃娃 这样我们就可以永远在一起了 这人哪 一上了年纪就不中用了 现在这个家里 就剩下一个闺女了 她和她爸一样 都在您大教书 学校工作忙 又要上课 又要搞研究 总之啊 一堆事情 成天早出晚归的 我呢 就想帮帮她 帮她每天做一顿饭 让她回家有口热地吃 恐怕现在 连这一点都做不到了 姑娘 姑娘 你怎么了 对不起 阿姨 我想起了我一个同事 我觉得您还是应该把病情 告诉您的儿子和女儿 消场可不是什么小病 只要您身体健康 她们才能够更安心地工作 你说是不是 姑娘 你心真好 好 我还没吃完呢 走 去哪儿啊 别有那么多 去哪儿 去哪儿